大家好,我是Stan 从前期的粉丝们,或者是曹香的粉丝们 应该会记得三年前的一件非常让人心疼的事情 2018年,在曹香首次主演的偶像剧《西干的记者》发布会上 男主金正元不只是全程表情不好 更是因为公开拒绝曹香的这个样子 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当时经纪公司有解释 金正元是因为入息太深 导致近时障碍失眠 所以才会做出那种行动 后来也有传言说 金正元一开始以为西干不是爱情剧 所以在出现越来越多爱情戏后 就开始与剧组发生了冲突 结果在记者会前一天聚餐的时候 更是与工作人员发生了肢体冲突 所以第二天才会那样 但是也有另外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记者会前一天并没有过聚餐 金正元一开始就收到了一集到四集为止的剧本 所以非常了解剧情 但是金正元对与女演员的爱情戏非常敏感 尽可能的要求修改剧本减少爱情戏 而每次在拍爱情戏的时候 都会露出非常不愉快的表情 甚至有一次 于曹元拍完碰到手的戏后 马上就拿出十斤用力的擦了手 曹元在现场真的是哭了好多次 虽然因为经纪公司代表出面 金正元有向曹元道歉 但是之后在现场的态度也没有好转 结果金正元在剩下四集还没有拍完的情况下 就退出了剧组 之后经过了十一个月的空白期后 重新以サランエプシチャ チャリウワフ华丽的回归了 但是最近金正元与所属公司发生了经济纠纷 接着又发生了绯闻 所以三年前的这件事情又重新收到了网友们的关注 然后在今天4月12号 滴社爆料了当年金正元要求修改剧本 不想与曹元肢体接触 这都是因为当时的女友测验记的操作而引起的 首先滴社拿到了韩剧细干的所有剧本 并与实际播放的片段对比了一下后发现 有13个地方的爱情戏被修改过 像金正元 曹元两个人从楼上掉下的部分 剧本上本来写的是两个人抱在一起躺在马路上 但是实际拍摄的片段是 两个人分别躺在马路上 然后剧本中 曹元直接将OK帮递给金正元的场面 另外还有世界首次的没有拍张的婚礼 那金正元为什么会这么拒绝肢体接触呢 滴社表示 这全都是演员测验记在背后操作的 我们来看一下 滴社公开的测验记与金正元的聊天内容 金正印把肢体接触都除掉 那当然 今天怎么不说说怎么处理的呢 今天我对女工作人员也没有打招呼 对别人也是非常冷淡 对导演也是再次强调了 不可以有爱情戏 知道了 要继续冷淡的行动 9集的剧本好像都完成了 但是应该要全面的修改 好好修改 侧业记命令删除肢体接触 金正元就皱着实行 结果在第9集 本来是曹元扶持着金正元进到公寓后 将他躺在沙发的场面 变成了曹元只是站在走廊 看着金正元反复的说站起来的场面 我们继续看一下聊天内容 只有你能摸我的手 要声音一点 好好修改 肢体接触 no no 那当然 金声音 有好好在做吧 当然 我对女副导演也是很冷淡 跟女生们连眼睛都不对事 好好修改一下 爱情戏都删掉 怎么跟工作人员打的招呼呢 传送了现场影片 根本就没有打招呼 你不需要对他们打招呼 如果他们先打招呼的话 就很生硬的回应就好 我现在心情不好 拍一下现场的样子给我 传送现场影片 这不是现场吧 是现场 摄影棚里面 我一直在看剧本没有做别的事情 要修改到没有肢体接触 因为我 你很幸福吧 所以你要让我更幸福 地社表示 金正元拿到剧本就马上要求修改 然后将结果报告给曹元执 在现场是近视障碍 在现实是恋爱高手 最后 地社也报道了 吸赶剧组的正眼 在现场一直要求修改剧本 一不顺心就会干呕 记者发布会的那个时间 真的是忘不了 真的很心疼 他哭了很久 武术组也很生气了 那一次是 曹元快被车撞到的场面 但是金正元说 要用手挡住 这又不是钢铁虾 本来应该是快要被撞到的时候 抱过去就曹元的内容吧 对了 这里公开的所有聊天内容 曹元执都是用评语 而金正元都是用禁语 我们来看一下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不是 这个聊天内容是真的吗 我以为是在看小说 真的是事实吗 不想拍就不要接戏啊 钱照样拿 还想随意改剧本 真的好傻眼 金正元在拍戏干的时期 曹元执也在拍 而且他自己也拍了很多爱情戏 为什么只让金正元修改呢 不管怎么样 对制作组跟曹元做错的是金正元吧 如果这是事实 真的是太可怕了 不过 到底是怎么拿到聊天内容的呢 应该是现在情况对金正元不利 所以自己提供资料 想要拉曹元执下水吧 不管怎么样 事实就是因为金正元不经验的态度 连累了很多工作人员以及演员们 所以不管是操作的人 还是被操作的人 都是有问题的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